Hello 大家好 今次的影片將會和大家一起看看 7日任天堂出了Pokemon劍盾的遊戲消息 我們就一起看看 還有我會講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我們開始了 Pokemon劍盾的消息 一進來就看到一個礦坑 這是誰? 等等,這是日文 沒有啊 委員長推任的必舵 唉,走著必舵 看不明白 不太明白他太快了 一出場就是這個細胞 這個應該都是屬於比較 一些委員級 就是那些秘書 委員會選出來的那些 可能是他的秘書他老爸 是有關人事的公司的人 職員 就是類似一個 骷髏團的一些反派角色 反派的軍團 出來了,第一隻 我也見過的 蛇文紅的加拿爾地區的形態 其實老實說都還好 蛇文紅進化直衝紅 加拿爾地區的 好,一看就看得出 真的是完全是 為了這個邪惡軍團 反派的團隊 來做出來的一隻 這個 完全一點都不像是 一個反派的角色 這個,OK 下面那隻又是什麼東西呢 OK,那一會再看看 好 這顆是暗黑球 好,上面是主角 下面就是敬敵 反派角色的人 這個應該看起來 又肥又大 嘩,他可以變形態 一開始就是類似比加超的形態 然後第二下就變成 可螺米的角色 就是這個MELODY OK 這個名字 這個是一些小遊戲 類似探險 它有寫到的 什麼水上探險 或者什麼電車探險 OK 好了 而這個就是一個開放式的探險 你就會看到 咦,這個也是其中一隻比較特殊的寵 OK 這隻是毒氣箱子 加拿爾地的毒氣箱子 你會看到他頭上有一頂高帽 也代表著一個象徵的身份地位 因為他們會帶著一些高帽 一些官可能就會 咦 直衝熊進化 直衝熊進化 OK 嘩 這隻 完全是感覺上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什麼 有點像加魯魯 加魯魯仇已決定於11月15號發售 嘩,你也蠻噁 我們看看這個才購買特典 嗯,好了 那買雙包裝的特典的話 他就會領取特別道具 極具結晶 和這個極具化的油基拉 和深倫堡對戰 OK 好了,這樣就結束了 基本上比較有趣的就是 這個的毒氣箱子 毒氣箱子 呃,加拿爾地區的毒氣箱子 你看 然後呢,你會看到他有很特別的外型 有個煙通在上面 這隻也都是 有幾乎是一些 一些比較有 身份地位的人戴的帽 也有可能是火車的一個 噴煙的煙通 OK 其實整體上來說 這隻的毒氣箱子都還好 挺特別的 都真的挺特別的 曾經我好像不知在哪裏看過 有人是 有人是弄了這樣的東西出來的 但我忘記找不找得回 而這個成文紅進化 看起來就整隻加魯魯 獸人加魯魯或者是加澳加獸 我忘記叫做加澳加 是一隻藍藍的色的 基本上 這個7號的情報可以算是比較不多 他講解了一些角色出來 這個就是委員長推薦的一個battle 哪個委員長我都不知道 這個團隊就叫做Elu Elu10 Elu10是什麼 Elu 不懂這個 即是不懂怎樣譯 這個是成文紅 這個角色挺漂亮的 他完全一點都不像是反派的角色的模樣 即是相比起葫蘆團 葫蘆團擺明是 樣子已經是 很邪 很邪 也是屬於反派的 但這個完全不像 這個是完全不像 然後 然後 另一隻類似電器鼠的 比加超 OK 這個不知道應該是特性的形態 轉型態可能攻擊上就有所提升 或者速度上 其實挺漂亮的 真心挺漂亮的 這個就是說 這個是什麼 這個應該就是叫精靈去到某些地方 盡量探討 然後就會得到一些經驗值 或者是道具 我相信 OK 那顆是什麼 這顆是什麼 地鼠 這個就是剛才的電地鼠 這個是電鬼 這個是 巨人 這個就是 黑色的鷹 但我不知道這隻是什麼鷹 OK 烏鴉 這隻不是鷹 是烏鴉 大致上來說 我自己的看法 其實也不算太多精靈 就是 兩個形態 然後 一隻新蟲 兩個形態 然後 一隻新蟲 好像 OK 還有這隻 就是這隻新進化 相信如果這裡有得進化的話 那蛇文鴻一定都在這個進化 但是 看看他會怎樣進化 其實這隻 我覺得也不算特別漂亮 只不過是 給蛇文鴻有個進化的空間 可能蛇文鴻進化之後 可能在對戰上會有所不同 可能在對戰上會有所突破 他的攻擊力 或者配招技能 各種玩法可能就會變得不同 OK 那 毒氣軟 毒氣雙子都值得去看一下 因為 都很特別的一個樣貌 而且 我都很喜歡毒氣雙子的樣子 那 可能 毒氣雙子可以進化 毒氣三子 什麼鬼 OK 大致上 這個情報 就先到這裡 其實都不算太多的一些情報 我覺得比較少 不過 逐點逐點出 都幾 都是這個Pokemon 一直以來的一個風格 因為上幾年 上幾年 都是這樣 逐個逐個逐個出 OK 那今次這個情報 我們先到這裡 不知道你看到這個情報 有什麼看法 都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沒錯 喜歡的記得按LIKE 還有還沒訂閱的記得訂閱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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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